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为我们讲经说法,我们听了之后觉悟了,毛色顿开,他对我们是开启。 假如开启我们还不能觉悟,佛可以更进一步,只是一桩一桩来给你指明,那你得要觉悟,一桩一桩只是明白了还不觉悟,那就没法子。 佛帮助我们只能做到开始,我们做学生的人要能够悟,要能够入,悟是对佛所讲的完全明了,比上明了,入就得受用,就好比我刚才的比喻。 我们借着佛的灯光,知道我是借他的光,这就是开悟,借他的光,把自己的灯点燃,就是入,这才真正妻如境界。 入就是一般讲的正,信解行正,入就是正果。 入就是一个多繩子,到这个温存的前租,在这里并且要需要地变化。 入就是一个实面上的行者,入就是一桩的垃圾。 入就是一个衣你当中一下,有像现在的 dua桶。 入就是一桩的套子,入就是刚才对那种。 入就是一个十桩之中。 入就是二桶桶的一桩的一桩一桩。